天气非常冷 不少民众会选择吃火锅来暖身 为了不造成肾脏及身体负担 很多糖尿病友在饮食上 就必须要格外小心谨慎了 营养师表示 糖尿病友只要谨记八字口诀 饮食均衡分量适当 就可以安心吃火锅 根据国民健康署的饮食指南 对糖尿病友来说 唇骨杂粮类、蔬菜类、豆鱼蛋肉类、乳品类、水果类 还有油脂与种子类等六大类 这些通通可以吃 华林慈激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魏蒙轩表示 只要糖尿病友与营养师讨论自己适合分量 吃火锅前先摄取两小盘蔬菜 建议选择番茄、昆布等清澈汤底 在煮配料之前先喝汤 才不会摄入过多的油脂与钠 只要记个八个字的口诀 叫做均衡饮食 然后分量适当 到底我走进火锅店我要怎么吃 我会建议选择比较清澈 像是番茄、昆布 那如果是像那种麻辣火锅 那个油脂度就比较高 会建议说尽量避免 所以会建议如果要喝汤的话 可以在还没有煮很多料 汤刚上来的时候先喝 这样可以降低一些钠含量的摄取 油脂的摄取 酱料的部分会建议尽量就是用辛香料 加酱油或醋的方式 去沾取你的食物 减少沙茶酱的比例 这样可以降低油脂跟钠的摄取 前两轮我们可能先选择一些青菜 蔬菜的部分先夹先吃 我们可以先吃个两盘的青菜之后 我们可以开始吃一些中低脂的蛋白质 像是嫩豆腐、冻豆腐、豆包这种都很好 去取代一些油炸 或者是加工的一些丸子、饺子类 或者是一些高脂的食物 像是炸油条、五花肉、贡丸、火锅料 这种吃的白饭、乌龙面、王子面这种 那会建议可以选一些像是芋头、地瓜 这种全骨类去做混搭 那最后吃饱之后呢 餐后甜点 哇有冰淇淋、蛋糕跟甜汤好诱人 会建议呢就是我们择衣啦 而且适量 我们就是吃个一球或一碗这样就好 饮料的部分则会建议选择无糖的红茶或绿茶 去取代一些像是汽水、可乐 或者是有一些冰沙类的这种含糖的饮料 选择上也建议吃中低脂肪的蛋白质 如豆腐、豆包等 以植物性蛋白质取代动物性蛋白质的火锅料 配餐的饭面 建议和芋头、地瓜等全骨类混搭食用 至于饮料和饭后甜点 以无糖饮料取代有糖 双麒麟一球或一勺碗甜汤即可 把握好饮食均衡分量适当八字口诀 糖尿病友就能在冬天轻松进补吃火锅 记者长方燕华临时报导 预 nast币今天的词